我们上次讲的是折地翠这个卦 翠就是聚合的意思 它的卦词啊 它讲的聚合的一个大的方向 任何六十四卦 它的卦词都是讲大的方向 但是它的谣词呢 讲的是细节 那细节呢 它有时候又跟卦译啊 它有点脱节 但是不是脱节 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明它 就像是我们这个卦词 折地翠这个卦词 它讲要聚合 它是以那个古时候 一群人如果他的思想不能够统一的话 你要借的宗庙的祭祀 这个仪式来统一思想 那在祭祀的时候 当然是一定要诚心啊 同样的它也说明了 要聚合众人的中心思想 你自己本身也要诚心 当然你对祭祀的时候 你跟上神明沟通的时候 也要有诚心 神明的执事呢 你来告诉大家 大家就能够遵守 那你也统一的思想 所以说古时候 有时候为了要统一思想 圣人呢 就设到 就是设了一些宗教 或者祭祀 他来统一这个思想 他也是一个方法 在挂词里面 他讲就是说 祭祀的时候呢 你一定 一定要思想统一 一定思想统一了以后 要有一个人啊 大人物出来领导 利监大人 当然要领导走向正途啊 在这个都很丰盛的时代呢 相互之间的聚合呢 一定要从优 从优的去做 还有就是祭祀的时候呢 有这个能力啊 你不要吝啬 吝啬的话 那就诚心 就无法表达出来 他是挂词是讲的 以这种来取向 来表达出 这个聚合 应该有哪些的先决条件 在瑶词里面呢 他是挂项里面啊 他是上挂是折挂 他有两个羊瑶 下挂是地 坤挂是三个阴瑶 这个催挂是 有两个羊瑶 四个阴瑶 四个阴瑶都要跟 两个羊瑶来聚合 但是两个羊瑶里面 他还有一个层次的分别 九五窑是地位最高的 两个都是大人 羊瑶是大人的 但是九五又比九四 高一个层级 所以说阴瑶都把九五 当做他的主要目标 如果九五不能够聚合 他只好找九四聚合 也是跟大人能够聚合 只不过是他的次要目标 不是他主要的目标 所以说 哲地催在六个阴瑶里面 阴瑶讲的是如何跟九五去聚合 代表的就是说你处在这个时空 你能不能跟九五聚合成 不能聚合的话 你要怎么办 在不同的时空 在不同的时空呢 在不同的时空呢 六个遥位啊 他讲的是不同时空 是如何相聚 阴瑶是要跟阳瑶聚合 那阳瑶呢 阳瑶是讲的就是 他的遥词讲的就是说 你怎么去 你用什么方法态度去跟阴瑶聚合 你处在这个时空 你是怎么样去跟人家聚合 才是最有利的 像这个初遥呢 讲的是 他跟九四遥呢 本来就是相应的 可是呢 他还是想要跟九五遥相聚合 所以说他的遥词啊 讲的就是说 你本来跟这个九四是 天生的一对 但是呢 你诚信不能够有始有终 你半途就是想要劈腿 想要去 想要 另外选择一个目标 去选九五 你看到九五条件比较好 你就去找九五 结果九五又跟你不会 不会聚合的 不会聚合的 因为你跟他没有任何的硬比关系啊 也就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来讲 就是说 我本来已经有男朋友了 但是呢 忽然看到有一个附加子弟条件更好 我要想要跟他 能够成为男女朋友 但是附加子弟跟你根本就 不相 没有聚合的这种条件 当然是不会成功啊 半途而非 你去找九五 一定不会成的 不成以后 你又回头要找九四 但是你又担心 不会成 不会 九四不会接纳你 在那边担心 其实九四还是会接纳你了 你只要是发出 如果我要跟你重新聚合 他一定会接受的 所以说 初六谣的谣词 讲的就是这种状态 他是说 有福顾忠 指的是 诚信不能够有始有终 乃乱乃脆 指的就是说 你乱了 你要聚合的对象 去跟九五聚合 应该是 跟九四聚合才对的 结果 乱了你聚合的对象 结果是不能成 你又回头又要若嚎 就是发出求救的信号 就是我要复合啊 看能不能复合啊 你就去做吧 以我为效 因为最终的结果是 他能够 很高兴的能够接受你 所以说 误序 你不要担心 他不会去 不会接受 你就去做 网无救 你去做了以后 不会有错的 他这个谣词的 叙述的前进 就是这个 所以说 我们普道有这个谣词 我们只要记住 他这个前进 就跟 看你这个问题的 在占卜的时候 看你的问题 我们转换到 你的问题上去 你问的是 感情也好 问的工作也好 其实就是 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他牵丝呢 他又把他的 主挂 还有其他副挂 综合起来 用牵丝来表达 占卜的时候 你的问题 就是这种状况 他的牵丝 讲的是 乘马前进 也就代表 你这个事情 已经在进行之中 所求即真 代表你 你占卜 所问的问题 所要追求的目标 或心中的期待 最终的结果是 好的结果 随时写美 是随着时间的进展 不断的进展 他会不断的 往好的一方面 去转化 却越从明 他又形容了 他又有一个像 表达出来 就是说原来是圆满 结果又缺 缺了以后 你要追求 还是会变圆满的 缺越从明 从话就是代表 有的意思 明的话就是圆 或者明亮 明亮明亮的时候 最明亮的时候 就是月圆的时候 缺越 他讲前面讲缺越 从明指的就是 他又讲圆满 事情的结果是圆满 他又讲从 就代表着又形容了 你以前曾经圆满过 讲的是这个意思 像那个六二摇呢 他是跟六五是 他跟九五是相应的 但是他是处于 下三阴摇里面的 其中一个 九五很欣赏他 但是你处在 众阴摇之中 明知道九五欣赏你 你不可以 他还没有九五还没有表达 还没有先表达 他要欣赏你之前的 你不要先表达 你如果先表达的话 会引起其他的 初六和六三的不满 因为你太冲 冲得太过了 你一定要被动 采取被动态势 那九五他一定会来援引你 来提醒你 拔桌你 等他一提醒拔桌你的时候 你在被动前往 也就是说 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 你再去配合 那两个其他两个音谣 都没话讲 所以说他讲隐疾 他讲隐疾代表的就是 他主动提西拔桌你 这样子的结果是 急的 好的 反之就是说 如果你主动 那就是不急 就是凶 福乃利用乐 也就是代表他 既然对方他非常欣赏你的话 其实你不必去额外做一些 其他动作 表示说 表示说 因为他说 他用那个祭祀 乐是代表的是 简单的祭祀 因为祭祀 能不能符合你心中的期待 不是看你的祭品的多寡 是完全是看你的诚心 说你只要有诚心 就算你的祭品是非常微薄的 但是也能达到你的目的 在这个摇词上面是这样讲 但是他其实他要更深一层 来告诉你是什么呢 在占卜的时候 他有这个摇词出现的话 他其实要告诉你是说 你只要很诚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不管什么事情 就是占卜你问的这件事情 其他你都不必太在乎 不要去凡文 我上面讲的是 其他凡文入节 你都可以省略掉 因为成不成啊 跟其他 跟那个凡文入节 鸡毛蒜皮的那些小事 没有关 是跟你诚心有关 他这个最重要的是 强调的是诚心 其他都没有关 他用那个济世 简单的济世 就可以达成你的心中所愿 你只要有诚心的话 他表明的是这个 转到占卜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因为他跟九五是天生的一对 因为他们之间相应 九五非常欣赏他 两个都居中得正 处中 在签丝呢 代表的讲的就是 你正在践行之中 当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你只要去问问别人 别人就会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你直接去做 就可以了 不必在那边 怀疑这个结果 到底能不能复合 你心中的期待 不必在那边疑虑 在那边 两三心指的就是 犹豫不决 到底要做不做 三心两意的 不要有这种情形 你直接去做就行了 他讲的这个援引 可能就是在 因为他已经在做了 那代表的是前面 别人提拔他 但是呢 他不知道 他心中的期待啊 或者愿望啊 不知道能不能成 其实可以的 我们现在要讲 今天要讲的六三千 六三千啊 在这个挂项里面啊 他是跟九四 是亲比关系 跟九五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六三 其实呢 代表的是 他跟九四啊 九四就 就应该是 他的目标才对 但是每一个人啊 他都想要更上陈楼 九四也 九四也是一个大人物啊 也就是你的目标 只不过是 不是你主要的目标 主要的目标 你是九五 但是九五 你是没办法获得的 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啊 他那个谣词说 脆如皆如 也就是说 我想要跟九五相聚 脆就是相聚合啊 但是呢 但是呢 又不能够聚合 我跟九五又不能聚合 所以说在那边哀声叹气 接啊 就是接探啊 就是在那边哀声叹气的意思 脆如接入指的就是 要跟九五聚合 但是又不能够聚合成功 只好哀声叹气 如果在日常生活来讲就是说 就像我 我讲的男女来讲的话 我们不要讲用男女感情来讲 讲说是他现在正在做这个生意 这个这个生意呢 其实还可以 但是他想要 想要开的更大一点的 做更大一点的生意 他问做更大一点的生意 到底能不能成 是不能成的 因为你的条件 根本在这个时空 是根本不能做大生意的 你做小生意还可以 但是呢 你心中就想要有一个 更高远的目标 就是要做大生意 大生意就是九五 但是是不未成 只好在那边哀声叹气 其实九十还是可以 也就是说 你做那个 现在做的那个生意啊 还是可以的 至少不会亏本 赚是赚 但是赚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跟你心中的那个标准来衡量啊 还差了大姐 所以说你才会在那边哀声叹气啊 无忧力 指的就是说 你跟九五 你一定要去找九五 那是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 也就是说 你非要去把第一目标 主要目标 当做你的目标的话 结果是不会成功的 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如果你能够退而求其次 去找九四的话 降低一个标准的话 还可以 网无救 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找九四 就不会有错 只不过是小令 令就是遗憾啊 小小遗憾 也就是说 你主要目标不能达成 你找赤要目标 赤要目标可以达成 只不过心中还是有点遗憾 遗憾就是说 主要目标不能达成的遗憾 心中的期待 最重要的期待是不能达成的 但是赤要目标能够达成 就像是有人问 如果你出来这个签的话 如果有人问 我想生一个男的可不可以 生男的是不可以啊 但是生一个女的是可以 你生男的是主要目标啊 生女的还是生一个小孩啊 但是是女孩 如果你想主要目标是生女孩 但是呢 你问主要目标 我能不能生个女孩 女孩是不行的 生男孩可以啊 因为看你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你是女孩 那就一定生男孩 因为有这个 这个谣词出现啊 就是你不能达成你的主要目标 你只能达成赤要目标 他我们就是要 能够通全答辩了 解签断挂的时候 我们完全看他的期待是什么 他这个谣词就是 心中的主要目标是不能达成 这个生虚 那个我们再看看 孔子的小象讲啊 这个谣词 孔子不是有个小象吗 他说上训也 你说 你可能在我刚刚讲的时候 说你怎么知道 他次要目标是九世啊 因为他孔子的小象讲 上训 训啊 有训挂的训 风 训为风 训有代表入的意思 但是他也有代表顺的意思 他在这里来表达的 表达出来是说 要顺从的事 也就是说 网无救 如果你去做 不会有什么过错 那去做什么呢 你前面九五不行 那去跟谁 去追求哪一个目标呢 追求的上训 训指的就是 因为六三 他的上面那个就是九世嘛 他指的就是要去找九世 找九世 那就可以不会有错了 所以说 这个里面 六三催去九五 阳刚不能够成功 网上顺据的九世 也是阳刚大人 你也可以去找他 这样这样做的话 就不会有错了 孔子这个小象 表达出来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那个地风生 地风生他讲的是 身须意 九三啊 九三地风生上挂是地 昆挂是三个阴谣 那九三呢 他往上走的时候 上面三个都是阴谣 有如入无人之境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虚意就是好像无人之境 意就是一个地方 一个都市 你住的那个地方 其实呢 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你的上进心很强 没错 但是呢 你去做这件事情 能成不能成 其实现在还不能确定 一定成或不成 完全看个人的努力与否 是否积极努力 所以说这个身须意啊 他出来这个谣词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要告诉我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有这个心 勇往直前 是没错 是可以鼓励的 但是呢 不一定会成 成不成跟你的努力息息相关 库挂呢 指的就是说 我 这个谣词呢 他要告诉你了 因为蛮长 他指的告诉你说 自首以正 你要按规定行事 你以保守的态度 去做 你不要受外在的诱惑引诱 否则呢 就会失败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简单的说 我上面想了很多字 但是精髓就是这个 错挂呢 三天大序 他讲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讲过 这个挂 他说 两码足 也就是说 你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啊 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 你竞争的对手 也跟你一样很强 你认为你很强 但是竞争对手也很强 就像是 两码 好的码 进足 相互之间在那边进足 两码足是进足 真 看谁能跑第一啊 所以说处境不是那么顺利 利坚真 如果你是把它当作 不容易的事情来看待的话 就有利 如果你认为很简单 就不利 利坚真指的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 你还要做到日贤与味 日贤与味是什么意思 你每天都要练习 加强这方面的本质学能 你问说 我要加强哪方面啊 就看你问什么 你问考试 你就是去多看书 你说看什么书啊 要考哪些科吗 你就看哪些科 如果你是问做生意 你就是做的这个什么相关生意 你就要多加强这方面的本质学能 你如果一点都不懂 你就去做的话 当然就失败 也就是说 你的能力还不足 这一方面的能力不足 你要多加强 多加强 力有优望 你这样去做才会有利啊 葡萄这个摇词 其实他要告诉你什么意思 现在的状况不是那么有利 因为对手非常强 你稍微不注意就会失败 你要多加强这方面的本质学能 因为你的能力还跟你家伯仲之间 伯仲之间的话 如果你的对手是跟你伯仲之间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生虚欲啊 其实就跟这个错话 其实讲的意境是相同 你去做 但是呢 成败还不一定 你还要多加强努力 讲的错话就叫你日鲜语味 要多加强努力 那我们现在看这69千了 69千你谱到这个牵师的时候啊 你心中一定有一个目标 一个期待 你想要问我能不能达成 像有一个人啊 他第一个人他问到这个牵师 他在做卖衣服的 卖衣服的事情 一个朋友他问他想要开一个店 他的问题是说我想开一个店 专门卖中国的衣服 中国的服饰 我能不能达成 抽到这个钱 不足不足 也就是说你不行 你就算你开 你说我开我花钱 我总可以开吧 开了不赚钱有什么用啊 也就是说你开这个店 一定想要赚钱嘛 你很满意 你其实那个开中国服饰店啊 就是他的95 他现在做的事情啊 就是酒市 他想要更上层头 做95 开店是容易啊 但赚不赚钱是不一定 就能够符合你心中期待 如果你开店 那就不能达到你心中期待的 那个赚钱的那个标准 不足不足 男生兴趣 男生兴趣 生就生产 兴趣就心中预定的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 如果你开中国服饰店啊 想要达到你预定 每个月赚的那个收入啊 是不行的 差 不够 两个不足 指的就是不够的还蛮多的啊 野糖雨过 野糖雨过 野糖指的就是 郊外 四郊郊外的一个小水糖 不是你自己家前面的那个水糖 是外面没有人间 没有人烟的那个小水糖 雨过以后 雨过天清 但是呢 他后面讲一个月如沟 代表是晚上 晚上 半夜三更的 外面的野糖啊 而且下过雨啊 就在那边 那种境界是没有人烟的 是孤独无助 景色凄凉的那种 像 表达出来 他讲的月如沟 他只要月亮 是用新月 新月的月亮才叫月如沟啊 新月如沟 其实我们追求的都是要圆满 新月刚出来 离你的圆满 还有一段时间的 代表的是 他用这个月如沟 就是月缺 不能够 美梦难缘 其实就指的就是美梦难缘 它不是圆的 它是 新月 就是只有一点点亮 其他都是暗的 我们的月亮 我们也要记住一下 新月就是 月亮 圆圆到最后以后变全部暗了 他不是 月亮全部圆以后啊 他开始就要暗 慢慢的他就 慢慢就缺 缺到最后变暗 暗了以后又开始 慢慢一点点亮 亮到最后变月圆 反正一个月之中啊 有月圆月缺 有满月 有完全看不见的月亮 全暗的 有这边开始有冒出头来 有的是那边开始冒出头 新月出来 等等 反正就是 吹月啊 后面呢 梦断寒郸 寒郸啊 是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地名 他又讲梦断寒郸 寒郸古时候的 有一句成语叫做 寒郸一梦 黄娘一梦 其实指的就是 富贵梦 通常我们叫做 黄娘一梦 其实也有叫做 寒郸一梦 寒郸梦 黄娘啊 寒郸那个地方 有一个乡村 有一个 这是一个成语故事 有一个书生 穷书生啊 他走到郊区的时候 肚子饿了 到一个小野店 他就跟老板讲说 哎 呃 弄吃的 那个老板呢 就跟他用黄娘 跟他煮饭 还没开始煮啊 他说 好好好 我帮你煮 用煮的是黄娘 正在煮的时候 那个书生啊 旁边有一个人啊 呃 一个道士啊 就借给这个书生啊 一个枕头 他累 他想要休息一下 他就趴在 用那个枕头 趴在桌上啊 睡个觉 他做一个梦 发现有一个国家 一个国王呢 召他去当驸马 他就娶了公主 然后当驸马以后 又做大官 呃 又生小孩 呃 反正经过了五十年啊 就是 生活在人华富贵的 呃 生活之中 连下一代都出来了 后来呢 为什么是 忽然醒了 醒来以后 发现 老板还在煮黄娘 黄娘还没有熟 他很短的 一段时间 煮饭了 要把煮熟 其实也不要花太太久啊 但是他五十年的 富贵梦呢 在这个短短时间 就经历过 他这个讲 梦断寒丹 其实讲就是 寒丹指的是 富贵梦 就是 梦断寒丹 就是 美梦落空的意思 这个梦就是 已经落空了 美 美梦落空 富贵梦落空 其实指的就是 你想要追求的 那个 美梦啊 是不会实现的 也就是说 你追求那个九五啊 是不会成功的 梅带筹指的就是 你在满脸发筹啊 葡萄这个牵丝 指的就是 你要追求 想要更上沉头的 那个美梦啊 是不会实现的 那你只能 退而求其次 去追求 你吃药的目标 那个吃药目标 是可以实现 但是离你的 理想是有一段 差距的 你说 哇 这个 这个真是 真是 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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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的 葡萄这个牵 不管你问什么 你问的 追求的那个目标 是不成 你不要受到 外在诱惑 想要更上沉楼 那是不会成的 因为这个牵 是不好的牵 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为 下上千 那你说 那我是不是永远 就不能够追求到 我这个 主要目标吗 在这个时空 你是不能够做成的 也就是说 依你现况 这个时空之内 短阵 短期之内 是不能达成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 不断的努力 虽然你有这个心 深虚意 但是呢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千诗 你讲是不会成功了 你说 我要一定要成功的话 我要怎么办 你要经过 你不断努力 像错挂 两码足利坚针 日贤与位 你再充实这方面的 本质学能 你这样去做 才会有利 但是你不做 任何改变之下 你就先要去追求 你主要目标 是不会成功的 不足 所以说这个签诗 指的是这个 我们看第七十签 九四咬 九四 阴瑶瑶跟立剑大人 这两个大人 九四也是大人 但是他比那九五 要第一个城市 在九四这个位置 因为他是 有如进军大臣 进军大臣都会 陪伴的君王 他这个 随时都有危险 你稍微一不注意 就有危险 你要时时刻刻注意 你的言行举止 才不会 有危险 所以说 这个谣词 他说大吉 这个大吉 跟我们一般的想象说 大吉大利 是不同的 这个大吉 大就是周详 周评的意思 你一定要 所有事情都做得 尽善尽美 这个吉指的是 尽善尽美 你所有各方面 都要做得尽善尽美 才不会有错 反之就是说 如果你不小心 没做好的话 就会有过错 就会有救 因为 皇帝都在那边看你 你是军军大臣 皇帝都会来观察 你的言行举止 看你到底 做得好 还是做得坏 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做坏了 你搞不好就 在古时候就有 杀头之祸 就有坏事出现 你一定要 考量了无所不周 无所不正 然后呢 做得尽善尽美的 这个程度啊 才 我们就叫做大吉 这个大是周评的意思 吉就是尽善尽美的意思 这样子才不会有错 是因为九世 在九五旁边 九世 你是比九五 九五 也有军王 认为 我位阶比你高 结果我这边有一个 手下有一个人 你看 初六又跟他相应 六三又跟他相聚 你呢 你何德何能 能够得到 初六和六三 就是相聚啊 所以说 君王就心中 存有一律 你是不是想要 树立你自己个人的威望 来 串我的胃啊 你在这个时候 就要做 做得尽善尽美 消除君王的疑虑 才行 所以说 这个谣词 这个四个字 就把这些意义 包含在这里面 要告诉你 葡萄这个谣词 就代表的是什么 也不是说 你是君王 或者跟君王之间 关系是什么 葡萄这个谣词 就是说 你问的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做到 尽善尽美 各方面都要做到 尽善尽美 这样子才不会有错 否则一定有错 他告诉你是这个 这个意思 因为你现在 问的这件事情 就跟这个 九五九四的关系 是相类似的 我们占卜就是 取相 取这个谣词的 这种意境 转化到 我的问题上面 去做一个解答 你看那个 孔子他这个小相说 大吉无救 是位不当眼 什么叫位不当 因为我们 易经里面 三这个位置 是多凶险 四这个位置 是多一句 为什么会一句 担心害怕 这个君王 随时会要我的命 我不 每一个古城 或每一个大臣 出去找朝的时候 如果君王贤民 也就算了 君王这个 殷勤不定 那个个性 殷勤不定 每个人都提着头 每天去上班 回来的话 这个命才算保住 有些人就 当天就没回来 就被当君王 当场就杀掉了 这种情形 所以说 是这个位置 是多一句 孔子才会讲说 你这个位置 处于 是位置不当 位不当 其实他要讲这个 是 为什么要给他 这个摇齿呢 是你处于 这个不利的时空 那我们在 占卜的时候 也代表的是 你这个问题 你现在的 所问的这个问题 是处于不利的时空 你非要用 这种方法去做 才能够 往好的方面转换 要是处于 不利的时空 你还不注意 这一方面的话 你一定会失败 一定会往 有过错 一定会有不利 他要告诉你是 这个意思 我们都要转一转 我们在看 易经的时候 他是用这种方式去看 看他摇齿的时候 看这样看 在占卜的时候 我要把它 告诉我的意境 转换到 你的问题上面去 这要转几下子 这个不是说 一个脑筋 就是 死脑筋的 只看到 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说 全部 在占卜的时候 全部把它转过去 全部把它 原封不动的 去移过去 那就牛头不对 马嘴啊 一定要做一个调整转变 这个 所以说我们 研读易经啊 可以训练你 推理的能力 因为你看到这个 就可以想到那个 我们那个 智力测验里面 就有很多推理 那个推理的 这个题目啊 你乍看之下 一下 跟这个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其实他有推理 你了解了推理的 这个逻辑观念的话 你考出来的成绩就很好 那你就代表了 你的智力比较高啊 因为脑筋比较灵活 我们看这个地风声 他说王用响一齐山 指的是什么 他讲的就是说 你跟这个上位者 关系非常密切 上位者呢 他很信任你 他就把重要的 济世 因为他讲的是 周文王 周文王 他是诸侯 诸侯不能拜天地 他只能拜 山神 那 君王很相信你 本来是君王 要去祭拜山神的 这个工作呢 他就交给你去做 请你代劳 他跟你关系 是不是很密切啊 是不是很信任你啊 所以说 你只要 很柔顺的 去对待上位者 上位者 他就会把重要的工作 交付给你 地风声啊 这个声 由初遥一直声 声到六四遥的时候 他已经声不上去了 他再声上去 就要声到 王位 九五这个 五这个位置 是王位 他不能再声 但是出于声的这种 这个 这个 时代里面 他一定要声 也就是说 一个公司里面 老板 他把你声 声到 老板是总经理好了 他把你声到 副总经理了 他没办法再跟你声了 再声的话 你不是要取代我的位置吗 所以说总经理就 对你还是很信任 他为了要奖励你 要声签你 他把 本来是他该做的事情 他就交给你去做 其实也是一种 无形的声 你虽然位置没声 但是对你的信任度更加深 这也是一个声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网友想一齐三 其实就是 对你无形的信赖 虽然你已经位置没有 已经无法再往上升了 我就把我要 祭司三神的这个工作 我交给你去做 本来我要该做的事情 交给你去做 你代理我这个位置去做 也是一种声 护挂呢 讲的是 红剑云木 获得其决 他讲的就是说 红鸟一直在往上飞 往上进展的时候 他现在跑到树上 树上他待不稳 也就代表 你现在占卜的时候 你问的这个 问的这一件事情 有危险 待不 待的是遥遥益坠 如果你想要 能够安稳的话 你必须要能够 站到一个 比较平的木头上面 就像那个红鸟 红鸟是水鸟 它站在树上的话 它树枝没办法抓 它只能 抓 站在一个 比较平坦的地方 有什么 你说 树上哪里有比较平坦 树上 比较粗一点 的大一点的地方 它就比较平了 它可以站那地方 其实它要告诉你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只要找一个靠山 那就立足 立足就稳了 就不会掉 从树上掉下来了 它还告诉你这个意思 代表就是说 你只要以顺势上 找到一个有力的靠山 当作依靠 你就是高而不为 然后转为为安 它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错过呢 头牛之雇 缘吉 错过讲的就是说 我们任何事情 在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就要做一个预先防范准备 不要让它发生 防范于未然 有些事 你等它已经发生了以后 你再去防范 就比较不容易 有句话讲说 修理 保养 重于修理 等它坏了 你再去修理 那已经就要花费的成本 就要更高 你事先就能够保养的话 它就不容易坏 就不必修理了 那很多事情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防范的动作 不让那个事情 坏事情发生 等发生以后 你再去处理 就比较困难 虽然还是可以处理 拖得越晚越难处理 越早越容易处理 我们就让它 还没发生的时候 就去做一个防范的动作 那是更最恰当的 它这个头牛之雇 指的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来看这个牵丝 这个牵丝 他说 字不多 但是呢 好像意义比较深 比较深远 他说 没有坎 坎有美 时有中 中如始 一般人来看 根本搞不清楚 他要讲什么 其实呢 前面讲的是说 没有坎 我举一个案例的话 你会比较 容易听得懂 案例不是说 只有 我讲的是一个 感情的 夫妻的 你不是说 葡萄这个挂 都是指的是夫妻 你要抓她的情境 她现在只是应用在夫妻的方面 但是呢 有时候可能用在任何一个方面 都可能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女的 她问的时候差不多 三十八九岁 快四十岁 她很晚结婚 好像是三十六七岁才结婚 结婚前呢 她不要花 换了很多男朋友 反正就是经常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就是感情不稳定 所以说才会很晚婚 好不容易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 她问 我跟我先生的这段婚姻啊 能不能稳定 会不会稳定 她当然希望稳定了 抽到这个圈 没有婚了 就是说 不错 美就是很好啊 婚就是差不多 没有婚 婚有美 就是说 美是美 但是呢 不是那么美 好是好 不是那么好 其实就 以我们平常的用语来讲说 说一百没有一百 但是没有一百也有九十分啊 说他好 也不是顶好 但是还是很好 说他不好 还算好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婚有美 不是那么好 但是还算好啊 后面最重要的 这个是答复你的啊 重要的后面是两句话 前面两句话指的是你的结果 是这种状况 后面两句话指的就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能够注意 就是这种状况 前面两句的那种状况 时有中 中有始 依他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依这个女孩子问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指的就是说 我们看主话来讲是说 其实你的先生啊 一直在观察你 观察你是什么 其实他也知道你以前婚前是怎么样啊 但是呢 他看你到底有没有心 继续安稳下来 还是说心中还是不定 他始终在观察你 所以说你结婚以后 你的严行举止都要做到合乎正道 而且做得很好 你不要去给他抓了个小辫子 如果其实他蛮相信你啊 他也蛮信任你 但是你自己本身的烟熏举止都要做得很好 时有中 你既然跟你先生结婚的话 你就要有始有终 有始才会有终 中有始指的就是说 既然你跟你先生结婚的话 以前的那一些情缘啊 都把它断掉 你断掉以后 你才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你这个婚姻才会有好的开始 其实在这里面 这样时有中 中有始啊 有很多种解释 但是你这个问题呢 就指的就是说 前面的前缘前幕断了 你这个新的婚姻才会 婚姻啊 才会有新的开始 而且你对这段婚姻的话 你要有始有终 你先生都在观察你 你只要做得很好 就不会有问题 才不会有过错 足夸讲的是 你要做得尽善尽美啊 因为他都在观察你 然后帝丰生呢 指的就是说 其实对你先生 对你也蛮信任 他也很认为 对你很信任啊 他才会跟你结婚啊 但是你自己本身 你就要做到这一点 那个户话讲的是说 你这个婚姻啊 你要好好把握他 你得到一个靠山呢 你就要好好保护他 这样子 你要以顺势上 要处事灵活 以顺势上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 这段婚姻才会安稳 那个错过的指的就是说 很多事情啊 你要防患未然 你不要让他等他发生 你再去处理 也就是说 要自敌机器人 防患于未然 很多事情 会影响你 夫妻感情的那些事情 你不要让他发生 其实我没有跟他讲 那么详细 我只要跟他 我只跟他讲了一个大概 他自己看 他说 嗯 我知道怎么做 也就是说 你都要好好做 因为你先生 不是说不管你 他还是在观察你 考核期间 如果你都是 有始有终的 都把他做得很好 你未来的婚姻 都是没有看看又美 不算是顶好 也算是 也算是90分 也算是不错的 但是你自己要做到 这个主卦所讲的 那也就是说 九世 葡萄九世的时候 你是处于这种状态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做到 尽善尽美 你才能够把这个 你心中的期待啊 达成 你心中期待才能够完成 葡萄这个牵师 不管你问了任何一个问题 他要告诉你 就是这些意思 所以说这个卦 终上牵了 还算不错 但是你自己本身 要做到 十有中 中有始 才会有良性的循环 我们看七十一千 七十一千 讲的是九五谣了 两个阳刚大人 九世刚讲过 那九五呢 九五是大家 阴谣都想要追求的 第一目标 因为他是处在 五这个尊位嘛 所以说这九五谣的谣词 他讲什么 脆有味 也就是说 你处于有利的 跟人家聚合的有利地位 那你说 这怎么说呢 就像是 一个富家子弟 有钱又有绅士 又有名望 每一个女生都会 想要跟他 交朋友结婚啊 因为你处在 有利的地位嘛 如果一个女孩子 很漂亮 不管身材啊 外貌啊 年轻啊 都很好 那也是众人追求的对象 他也是处于 跟人家聚合的有利地位 脆有味啊 他要讲的就是 你的条件不错 你处于 有利的 态势之下 他说 脆有味 无救 处于这人有利的 态势之下 你跟人家聚合 当然是不会有错的 一定是 很容易跟人家 能够达成啊 达成聚合这种 这种目标啊 他后面一句 他说 匪福 匪就是 不 或是 没有 的意思 不的意思 如果你处于这 有利的 这种条件之下 你 你根本就 没成心 如果你说 富家子弟 跟人家 交往 很多人要跟你交往 但是你 交往的时候 你根本没成心 那别人也不会 要嫁给你啊 因为你根本没成心嘛 不管是男女 都是一样 如果你不能 就算你条件再好 但是你不能够有成心 还是不能够 得到对方的幸福 袁永珍 他讲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 长久不渝的 坚守正道 要有诚信 你这样子 悔恨才会消除 不然如果你没成心 一定会有悔恨的情形 产生 你的目标 一定不会达成 因为别人 他不会 不会相信你 不会信服你 就算是你九五条件再好 你跟我开 开玩笑 那我怎么会 要嫁给你啊 你在骗我的 我怎么会嫁给你啊 我怎么会跟你聚合 他一定不会跟你聚合 你一定要 要合乎正道 一定要诚信 一定要有始有终 如果你能够有诚信 前面的悔恨就可以消除 他说悔亡 就是悔恨可以消除啊 就算是前面 你对人家没诚信 人家不跟不理你了 但是你后来又有诚信 那悔恨可以消除啊 指的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改 悔恨就可以消除 如果不能够改 悔恨当然就不会消除啊 最重要的就是 悔恨要消除 他没有讲 他后面讲啊 这个谣词啊 指的就是 他要告诉你的 就是说 你条件本来是很好 照理来讲 聚合是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不会有过错的 但是由于你不能够 诚信 不能够有始有终 所以说一定会有 后悔的情形发生 当后悔情形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 知过能改的话 改变的话 马上悔改的话 悔恨就可以消除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你诚信 不能够有始有终 一定是受到外在的诱惑 才会诚信不能有始有终嘛 那像孔子的小相 他讲脆有味 智为光业 也就是智 就是你要追求的那个目标 不能够发扬光大 也就是不能成功的意思 是因为你没有这个 诚信的这种德行 诚信 没有有始有终的这种德行 良好的德行 所以说他人不能够幸福 才能够不能够让你的 心中所愿不能够达成 我们看那个宗卦 他地风生 地风生呢 这个卦讲生 就每一个窑都是 不管是哪个窑位 他都是讲要生 但生到这个五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的窑子讲说 增集 升阶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 至始至真的 能够维持 合乎正道 诚信 能够有始有终 你这个身啊 因为他这个身啊 他是从初遥 一直升到悟遥 已经代表的是 你这件事情 因为你前面 你跟对 跟对方啊 是有始有 相互之间能够 诚信 诚信以待啊 所以说能够爬到这么高 也就代表就是说 现在已经到了 一定的一个 将要完成 完成的阶段 但是现在如果你 成信不能够 有始有终的话 就要失败 如果你能够真 就是继续维持 你的 他 我这个书上讲 就是说 如果你是 游宜多变 对那个 对方 信而不独 也就是信 不能够有始 成信不能够有始有终 用而不终 就是说 原来我跟你交朋友 后来我就 跟别人交朋友 用而不终 就是说 我 我用你 我跟你交朋友 但是最后 我又跟别人交朋友 不能够有始有终 绝不能够得极 当然就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说 我们看到 替风生 这个六五遥 增集升级 代表的是说 你刚开始 能够成信 如果你能够 有始有终 都能够成信 以待的话 你就可以 从头到尾 就像是 一步一步 上楼梯一样 步步高升 现在已经升到一个 一定的程度 将近要圆满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 持续的 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最终可以达成你的目标 如果这个时候 你能 你是半途而废的话 用人而不终 或者诚信 不能够有始有终 那就不会得极 一定是凶 就会失败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或话指的就是说 你呀 这个之间会有一些困难 而且困难呢 会蛮严重的 因为这上面 只要看到这个 风山剑 九五遥的遥词 它蛮多 我不讲全部 我只是讲 就是说 有重大的阻碍 在那边横隔着 你要等一段 蛮长的时间 才能够排除 如果你能够 一直坚持这个方向 朝向目标前进的话 最终你还是能够 获得目标的 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其实也讲了 不要半途而废 错挂子的 就是焚死之痒 这我们讲过 就是说 为什么会不好呢 我们一定要针对 这个问题的癥结 去解决 一定要釜底抽薪 一定要釜底抽薪 一定要正本清源 要朝向问题的 癥结去做一个解决 你不要光做表面工作 表面工作没有用 治标不能治本 我们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治本 不要光治标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来看这个千诗 千诗他讲说 虎海幽幽 虎海幽幽的意思 指的就是说 你要追求的目标 就有如你在大海之中 或大的湖面上面 一片白茫茫的 我不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 幽幽啊 一幽幽 代表心里面 非常的充满的优势 幽幽呢 虎海幽幽呢 又代表的湖面 非常辽阔 水淹 水雾弥漫 你看不清楚方向 也不知道 未来结果是什么 他讲的是这个 那在孤舟让头 讲的是 你现在 因为在湖面上面 那一定是沉船 沉船他说 舟啊 代表小船 我们中国文字里面 舟一定是小舟 没有说 指的大舟 舟都是形容小船 小船里面 还有大小之分 但是舟是指的 是很小的船 孤舟又代表的是 孤零零的 孤零零的无助 孤独无助 让头代表 因为这个船啊 在水里面啊 最怕 最怕在有起了一些风浪 风浪可以把这个船翻覆 他又在这个浪头上面 我们可以 想象一下 这个大 大海里面有一个 涌起一个高浪 这个船在高浪的顶边 顶尖 那其实他要告诉你的意思 显向还身的意思 因为这个浪一降下来的时候 这个船搞不好就翻掉了 显向还身 不管你问任何一个问题 谱到这个牵施的时候 就代表 你要追求的那个目标 非常非常的危险 危险就代表失败啊 不会成功啊 他后面有在家 在讲说 来人未度 你为什么要到湖面上面 其实你 你是在等待 等待别人啊 坐船过来 来人未度 也就是说 你等待的人 他没有过来 残照山楼 残照山楼指的 在这个牵施里面 只要有 夕阳啊 就代表的 从头到尾的意思 已经讲夕阳 那从 从早到晚 我到晚上才是夕阳 夕阳的时候啊 他竟然残照 就夕阳残照啊 夕阳残照 又有一个残缺的 一个意思啊 山楼 残照山楼 代表的就是 你要追求的目标 从头到尾都不会成功 紫阳哥来讲 就是 不行 不管你问任何一个问题 都不行 如果你问我跟我男朋友 能不能复合 那从这里面来讲 就是说 很难复合 那个男朋友 就算你发出 我要跟男朋友复合 他也不会跟你复合 因为他不 来人未度嘛 指的就是 他不会跟你复合 从头到尾都不会跟你复合 那我们又可以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其实你们两个是 可以成为一对的 本来你的条件很有力的 就是 就是你啊 诚信不能够有始有终 受到外在诱惑 可不好 你就又喜欢别人了 结果他 不能够获得 男朋友的心中幸福 结果他不要跟你复合 如果你真正想要复合 你要表明你的态度 你要改变 他讲究 他的袁永真毁王 指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 让对方知道 你有彻底的悔改 能够获得他的信任 但是他还要 脱一政治 他不会那么快 他可能他要观察一下 焚死之牙指的就是说 问题的增结在哪里 你不要光讲说要复合 问题的增结 你没解决 他是不会复合的 这个牵施 最重要的 指的就是 占卜者 你的诚信 没有让他人 获得幸福 因为你的变了变去 本来你们 照理来讲 可以从头到尾 走 有始有终 走完的 但是你中途呢 用人不忠 信而不渡 才能够 才会造成的这种 这种群形 我们看那个 七十二圈 七十二圈上六摇 上六摇 它 它是处于 脆卦的最后一个摇位 因为脆卦讲的是聚合 聚合到极点 它就要变成不能聚合 无法聚合 那它的摇尺讲说 积之替移 积之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 怎么写 因为这个没黑板 你们可以看 拿那个 我们那个 会贴 贴出来那个上面 它的字是什么意思 积之指的就是 哀声叹气 的意思 积之替移呢 指的是 痛哭流涕的意思 非常悲伤的意思 积之替移 指的就是 在那边非常 担心害怕 哀声叹气 非常的悲哀的意思 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因为啊 上六摇 它到了 脆卦的终极 脆卦的终极 想要聚 聚合 又没办法聚合 想要安定 也没办法安定 心中在那边怨爱不宁 在那边图字皆探 哭泣不已 心中呢 其心也为其虑也深 也就是说 想的比较深远 顾虑的比较多 就在那边哀声叹气 在那边哭泣啊 其实 如果说是 你看到一个人 在那边哀声叹气啊 在那边哭泣啊 其实他就心里在想 想到那些是情形 那因为这个脆卦 讲的是聚合啊 如果他能聚合 他还在那边 爱声叹气干嘛 当然绝对不会 爱声叹气啊 也就是想聚合 没办法聚合 已经到了终极 聚 聚挂的终极 一定要转变的时候 按照那个自然规律 就是聚到极点 就要散的意思 他不能 他想要聚啊 那在这种状况 你说 举例一下 不然我听不懂 就像是夫妻结婚 结婚了几年 结婚几年以后 本来是聚合了 但是发现 夫妻之间感情 已经 已经不好了 但是 还是在 有夫妻的名分 但是那已经 貌合神力 已经要散的那种继位 那如果他根本没想 那如果他根本没想那么多 他还在高高兴现 就是因为他想的多 所以说他才被爱声叹气 在那里哭泣不已 后面讲 无救 因为这个挂道终极啊 一定要穷则变 变则通 如果你能够穷则变 变则通 改变现行的做法 就会不会有过错 就不会有过错 如果你孩子 变得不变 已经在那边 走不下去了 你孩子维持现况 最终一定会 往坏的方面转坏 最终一定是 不会达成你心中期待 不会达成你心中聚合的那种 心中主要的目标啊 善怪有穷则变变则通 这种 这种 相在里面 所以说 这姚词没有讲那么多 他讲一个无救 既然前面 讲那么哭个半天的 爱神弹切又哭 后面又有讲无救 他一定做一个调整改变 他才会无救啊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做一个调整改变 穷则变变则通嘛 如果你能够穷则变变则通 就能够无救 否则就是有救 否则就有过错 否则就不能符合你心中的期待 你看看《易经》里面 它几个简单的字句 其实你只要了解它的 《易经》的道理 它没有讲出来的 我也可以把它推出来啊 你说 我不会推 你不要你推 我上面都已经写好了 但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它道理是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想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那孔子讲 积之替以 积之替以为安上演 也就是说 我在那个上 也就是说 你在虽然已经结婚 你现在夫妻已经是夫妻 但是你心中不安啊 你问了婚姻嘛 也就是这个婚姻 已经处于要散的这种地步 你心中不安 你不知道怎么办 这种处境让你身心不安 如果你能够考虑深远一点 你担心害怕一点 考虑深远一点 然后自我检讨一下 调整改变 然后事情就会往好的方面转换 就会无救 我们来看这个地风生啊 地风生 民生 利于不习之争 这个生啊 生到最上面 你要是说 我一直要生 一直要生 也就是说 你不做任何改变 你继续要生 生到极点 已经不能生了 你还是用原来老方法 那就要碰到瓶颈 走到实路 走到实巷子 但是你不生也不行呢 你处于这个 生挂的这种时代里面 你不生也不行 如果你是闷的头 民就是迷失的方向 你还是继续 朝向这个方向走的话 一定是不好 利于不习之争 指的就是说 不习 什么叫不习啊 你说我停了 我不要生可不可以 不行 生挂 你在生这个时代里面 你还是要生 如果你说 既然生又生不上去 我不生也不行 你还是要生 那我变嘛 其实不习就是说 你不要停 你继续走 只不过你换 改变 穷则变变这通 你就要改变 调整改变 那个你说 你怎么知道 他是要这样讲呢 因为孔子在那个 帝丰宣 这个上六摇的 小巷里面 他讲说 不习之争啊 不习之争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消不付 因为 上六摇 阴摇 阴摇就是 不付啊 阳阴为富 阴为不付嘛 你说什么付 有钱没钱的 那个富有的富 他讲消不付 就是说 你既然是阴谣 你现在就要 转变为阳谣 消不付 消除 把那个 你这个阴谣 变为阳 其实要转变 就是讲的 告诉你 就是穷则变 变则通 就是要 一定要改变 你跟现况 如果不做的改变 最终一定死路一条 最终一定是失败 就看你问什么问题 讲的就是说 如果还是一样 这个摇词 跟那个 主化的摇词 其实讲的就是 当你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改变方法 其实在人世之间 任何一件事情 我用这个老方法做做 你做的顺利 你继续用老方法 都没有问题啊 因为很顺嘛 当你用老方法 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还用老方法 就是死脑筋 你一定要换方法 就是要 变 你说我变什么 变到哪里去 就 朝向另外一个面变啊 就看你的问题啊 就换方法 换方向 如果你要 一定要追求这个 你就开始不追求啊 你一定要追 朝向右边 你就往左边啊 就是两个面嘛 护挂指的就是 洪剑一魁 他讲的是说 任何一个事情啊 从头到尾 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有的好 有的坏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以 以这个 坦然面对 而不要乱了心中的步调啊 不要 一碰的不好 就开始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能够用这种方法的话 是值得 他人效法 其实也就是说 是对的 三天大序啊 他讲的错挂 他说 贺天之渠 你只要看到 这个贺天之渠啊 外面的谣词啊 外面的 易经所写的 他都只讲了一些 四通八达的道路啊 其实在 孔明大义神述 这个牵丝结合在一起 你只要看 有贺天之渠的 这个谣词 他的牵丝啊 都讲了一些 就是 亲近的人 然后呢 他可以 自由进出 毫无阻拦的 自由进出 讲的就是 亲近的人 因为任何一个人 小偷要进出 我们家 他也要 费一番功夫啊 开门锁 那所有人 自由进出 都是自己人 才会自由进出 他有要词啊 他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谦诗啊 谦诗说 深乎要捞 筋 这个筋指的是 门的把锁 门的 酸门的 那个木头 古时候 不是 两扇门 一合起来 中间有一个 和木 一擦 就把门关起来了 那个擦的 就等于是一个锁 那我们现代 这个门呢 每一个门 都有一个锁 筋就是那个门锁 其实他说 深户 什么叫深啊 由内到外 叫做深 也就是说 你们家 如果你问的是家庭的话 也就是说 你们家要 租 重视门禁的管制 要严守门户 如果你问 的钱财的话 就是你要 把它 好好看到一点 你问公司的财财的话 就是要注意一些 里面的 加强的管制啊 的意思 不管看你问什么 要深过要劳中 指的就是 要严守门户 这个门户到底是什么 看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如果你问男女之间 你说 哎呀我 我不知道 我的男朋友 有没有 劈腿 他说深户 深户要劳中 指的就是 你要加强管理 他的行动 注意他的行动 不要太放任 不然的话 就会有啊 他就指的是 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转换 深户要劳中 提防按理人 小心了 提防就是小心了 按理人是什么人 按理人 就是说 躲到暗处的人 你根本看不到 他的人 可以这样讲 还有一个就是 知人不知面 不知心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的人 莫言无外事 他说你不要说 我说我叫你加强 门户 提防 按理人 你说 哪里 我们家每个人都 如果你是问 男朋友 你说 男朋友对我 是不是真心的爱我 你如果你问了这个问题的话 他出来这个牵涉的话 就代表 你相信他是真心爱你 但是他不一定是真心爱你 而且呢 你说 不会不会 我相信他一定会 莫言无外事 指的就是说 你说不会不会 重好定遭尊 就算你认为他很好 尊啊 指的就是 有困难阻碍 难以前行 也就是 你说他再好 你说的 你说这个人 男朋友对我再好 其实呢 一定会有问题出发现 一定会有问题发生 指的是这个意思 整个来讲的话 前两句指的是说 门禁要加强 要小心 你非常信赖的人 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认为不会有事 认为他会有事 你认为很好的 还会出事 就像是 如果你问公司的财务 最近好像公司这个钱 老是对不起来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那你就说提防按理人 谁在管钱呢 如果是你的财务在管钱 你说不会 这个财务是我的亲戚啊 他不应该 不应该会怎么样 就算是你再信任他 也会有这种情形 讲的就是讲 不管你问任何一个问题 抽到这个钱 不是好钱 就是你原来平常行事的方式啊 一定要做一个改变 你不改变啊 一直走下去会越来越坏 不是好事 你要追求的 如果财务已经有亏损的话 他就一直亏损下去 他不会往好的地方发展 如果你问问家庭的话 不管问什么 你不调整改变 就一定会继续坏下去 那你调整改变的 什么呢 你原来很放心的 你就开始管紧一点啊 做一个改变 他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加强门户 要操心也为 律患也深 才能免过 不要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啊 认为不可能的地方 结果出了问题 不要说没事没事 一定会出问题 在这里面呢 一定要调整改变 现有的方向和做法 才会有晋升的可能 往好的一方面 转换的可能 否则不会 这是当事人 占卜者 一定要改变 他的方向方法 态度 讲完了 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 超过了时间 谢谢老师 不客气 我是说 七十二七是不好的签 下中签 下中签 那七十一也是不好 下下签 下下签 OK 各位有没有问题啊 看看 今天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我说起了 其实我先最后一句 纵好定遭尊 尊指的就是困难阻碍 难以前行 也就是说 纵然你认为很好很好 不会有问题 一定会有问题出现 尊是不是好事啊 是困难阻碍啊 OK 因为他前一件 前一句他说 莫言无外事 你说不会有其他事 不会有坏的事情发生啊 但是因为都很好啊 大家都很好 不会不会有顾虑多的 其实他讲这个话 就是要你啊 看的远一点 其律患也 其律患也深 其心 其操心也为 你一定要想 你不要说光往安静 好的地方想 你要往坏的地方想啊 而且呢 你律患也要深深远一点 你不要光看的眼前 你要看长远一点啊 看更深入一点啊 事情不要光看表面啊 要看深入事情的势力 问题的中心啊 所以说这个谣词我就讲 操心也为 律患也深 如果你能够操心也为 因为他在偷窟流涕嘛 在那边安生叹气嘛 也就是他操心也为 律患也深 你这样子才能够无救 反之 如果你就说 没事没事 那你一定有救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啊 那错过了又讲了说 这个出问题的 就是你身边的人 因为他自由进出嘛 贺天思曲嘛 他自由的进出嘛 那个中华又讲了告诉你 民生 就是说你不要一直用原来方法进行 原来方法进行一定会碰到坏的 一定走不通的 一定要变啊 利益不息之争 就是要调整改变 应变成洋 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嘛 做一个相反的改变 本来你很放纵他的 本来你很放心他的 他的行为举止 你根本就不管他了 现在就开始要管 他阴阳两个面了 本来不管现在要管啊 他所以说他咬尺呢 牵丝就是说要严守门户 小心这个知人知命不知心的人 这个知人知命不知心 讲起来好像严重 其实就是说表面上 他不是好像没有这么回事 其实他心里有那么回事 那什么呢 表面也看很好 其实心里呢 你担心的事情 他搞不好他会去做 谢谢老师 好 其他同学有问题要请教老师吗 我跟你们说 在七十一千是变了 对啊 七十一千是不好 因为从头到尾都不会 你要等的人们是不会来的 你要追求的目标是不会成的 他有一个残兆山楼 直到 你说你说 你说误会怎么误会 干涉批军 将来是圣集 嗯 你是 那个wechat的他 对 你的声音为什么我听得不清楚呢 真的啊 你再讲一次 对 第一天是下下 对 还是下中 下下 下下 对 下下 就是你看他后卦 他说 呃 彭建 与林 是 三个不应 呃 丰 丰 对啊 但是我们是以牵丝为最后的一规啊 牵丝死的是 就是说 你 你不会改变 你没有改变的心态之下 是绝对不会成的 就是这种结果 你想 你说 我要好 那我这个牵丝 抽到这个牵丝 我告诉你 你 你要怎么样 变呢 你要调整改变 你一定要坚持你原有的目标 继续不断的往前进行 到最终啊 要拖很久 最终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坚持 就是没有希望 那补出这个牵丝 牵丝是 依你现况 心中的现况 心中的想法 还有现况 去推测 这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你不改变 就是这种结果 如果你能够改变 还有 起死回生的效果 但是要拖蛮久 他这个牵丝是依你现况 任何一个牵丝啊 都是依你现况 不做任何调整改变之下 他所推测出来的一种结果 有的好就是你不要变啊 因为按照你原来的方法 就能够成功啊 坏的话 一定要变 但是你会不会变呢 还不一定啊 但是你要变 而且要有始有终的变 不是 他这个咬尺 护卦奖就是说 你要维持 因为他主卦奖就是说 诚信不能够有始有终嘛 所以说 你对方的对你不信任吧 那你要 让他信任你 你要改 改过千山 要让他信任你 还不会说马上就可以 不像初遥就是一握微笑啊 他还要拖很久 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 才会有这个 这个成功的机会 因为你的困难阻碍非常的强大 而是双方面的 双方面的 不是只有一个 两 两个阻碍在 在里面 这个 护卦 护卦 护卦讲的是说 你要按这个上面 去做一个调整改变 才行的 如果你不去做变 不做改变 就像是如果 我的条件很 很好 呃 有一个男的追我 我们呢 相处一阵子 本来已经快要成了 但是我半途而废 又去跟别人交往 结果那男的很生气 呃 就 不理我了 那我现在又回头 我要追那个呢 搞不好是只不过玩一玩的 但是我现在要跟他和好 跟他和好 但是他不会 按照这个牵丝来讲 就是说 那个男的不会回头了 那你要怎么样才做呢 做才能够才行呢 他这个牵丝指的就是说 依据那个女的心里的想法 还预定的做法 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那 你要做怎么样 调整改变 你就要 让那男的相信 你错了 你要改 而且你 一直要表现出来 那男的他也不会 马上就跟你和好 要拖很久 他这里面有一个 富三岁不孕 就是 有三年之相 也有 满藏一段时间之相 也就是说 你想要短时间之内 能够复合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我就是要跟你复合 我 我 拖个三年 我就维持个三年 最终还是有机会的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这个牵丝里面来讲 他依据他心中的期待啊 是从头到尾都不会成功的 预计他心中就是说 我给我男朋友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都不会成功的 因为 突出这个牵丝是从头到尾都不行 那我就 如果我们 跟那个女的 在聊的生日为一下的话 我就可以问他 你要跟他复合 你预定他多久可以回头 他说我想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不行的 因为你想要三个月之内 他这个牵丝讲的是不行 他来人未度也不行 那一定超过三个月以上 而且满藏一段时间 你这样讲 我这样讲你了解吧 如果我们更细的分析的话 在你预定时间之内是不行的 预定的时间 还有预定的方法 都是不行的 所以说不好啊 所以说这个下下牵 我们这个牵丝啊 好坏完全定他是上中下 完全依据牵丝来定 牵丝 而且呢 看他有没有转换的余地的 那因为这个牵丝 是没有转换的余地啊 看在照牵丝来看 也就是按照他 原来心中的构想方法 来看是没有转换的余地 但是我们为了 人家来占卜的话 我们为了要让他 能够知道 要如何的改变 才能够起始回生 有起始回生的 这种可能的话 我就用这种方法 看那个 易经挂窑池 其他的挂 我去告诉他 你应该怎么做 但是他不一定能做得到 也许如果要等三年 他搞不好等一年 他就等不下去了 因为他条件很好啊 条件很好之下 他不会为这个人等个三年 要理想的 要理想的 这样讲 了解 我知道的 好 谢谢 然后你讲话比较清楚 刚刚听不清楚你讲什么 就是这样讲 嗯 老师可不可以帮忙写202签 好啊 我这个朋友他在找房子 他问说他三个月内可不可以找到他合适的房子 好 可以啊 可以 因为202这个签好签 你好像不止一次抽到这个 你都是用什么方式抽的 就是就是刚刚那个那个复制球啊 啊啊 这复制球啊 因为202签啊 202签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狼院一时村 狼院 呃 指的就是神仙住的花园 一时村啊 指的就是 这个大好时机 而且这个大好时机不是一直存在的 也就是说在他讲的三个月之内嘛 超过三个月啊 如果不是在这三个月他就不容易找到 这三个月是最好的时机能够找到 庭前花柳心就是好的一面 庭前指的就是花园里面 庭前指的就是你的门前啊 就是花 所种的花都是心心上荣啊 深传好消息 他又讲说会有好消息传来 因为你问三个月能不能找到好房 找到房子嘛 那好消息就是能找到的嘛 潮茂近新兴 指的就是 他用潮茂来形容你要追求的目标的 兴衰 他这个兴兴向荣当然是好啊 能找到啊 如果是潮茂近孤伟的话 近枯伟的话 那就是找不到啊 所以说这个签 不管你问什么 会找到 会有好消息 这个签的主挂指的是身处危险之中啊 可以脱离危险 你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诚信 就能够血去剃出 就是危险也可以离开 担忧也可以焦虑 也可以去除 不会有错 他这个主挂指指这个 抽到这个签 在我这个地方的案例来讲 大部分都是问 小孩找不到了啦 然后姐姐找不到啦 好久没消息啊 能不能找到啊 其实也没有好久了 小孩结果上学以后 结果放学时 放学的该放学还没回来 结果联络又联络不上 急得要死 这种问 还有姐姐的一两天都没有消息 也联络不上 担心安危 抽到这个签 那很快就有好消息 就会平安无事 这个签是好签 所以说我们定位上上签 那你问了能不能三个月之内找到房子 可以啊 OK 谢谢老师 好 其他同学问起来请教老师妈把我机会哦 如果没有就让我直到你休息 好好好 好 好吃啊 好好好 OK 那就 那就拜拜啊 各位再见 OK 老师再见 老师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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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